Hello 我是杨浩伦 在这部影片中作为一个交互设计师和开发者 我会带你一起真正看懂Apple Vision Pro 它究竟解决了什么像MetaQuest Pro这类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我认为它最大的颠覆之处不在技术规格 那又在哪里 在接下来的十余分钟 让我们从专业的视角深入聊聊Vision Pro 由于我希望聊一些或许只有设计师和开发者才能讲好的角度 影片内容会有一定的专业性 不过我会尽量将内容讲得易懂 请相信如果你能看到最后 你一定会收获良多 第一个要被回答的问题就是 Vision Pro只是一个硬件更好的MetaQuest Pro吗 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先要了解目前的XR设备有哪些问题 首先 所有的XR设备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或者说和Vision Pro最大的差距 并不是屏幕分辨率那些会被时间解决的技术规格 而是他们的应用开发门槛远高于iPhone等设备 我们来看看过去的XR开发者都会遇到哪些问题 Apple又是怎么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是 在过去 绝大多数XR开发者会使用Unity这类游戏引擎 来进行开发 即使它想要开发的是一个App而非游戏 也就是说 即便仅仅是3D空间中的平面窗口 大部分开发者也是在Unity中完成的 这就像你本来想画一幅平面的简笔画 却只能在立体的实壁上做浮雕 体验和效率都并不理想 那么Apple是怎么解决的呢 在Vision OS中有一个专门负责界面的框架叫做Swift UI 它正是开发者们用于开发iOS和macOS等2D平台的UI框架 而3D的部分则交给RealityKit或者Unity来负责 这样不仅解决了问题 使用Swift UI开发的App界面还会自动获得优雅的哑光玻璃和阴影等视觉效果 与现实环境产生交互 而Swift UI解决的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一个 给Quest这类平台开发应用的另外一个门槛 就是学习成门高 Unity引擎所使用的C Sharp语言本身就有着较高的难度 而反观Apple的Swift和Swift UI则是低门槛的典范 Swift是来自Apple的编程语言 不仅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初学者友好性 还有游戏化的官方教程 即使是小学生都可以去Apple Store在一些有趣的免费课程中入门 而Swift UI则是一个设计工具级的UI框架 它拥有极其精炼的代码量和声明式语法 Apple内部的设计师甚至用它作为类似Figma一样的原型设计工具 这就意味着哪怕我都不是开发者 而是一个没有专业代码能力的XR设计师 只是想要为VisionOS设计一些UI和原型 我都能快速入门Swift UI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原来的XR平台不仅学习成本高 学习的性价比还相对比较低 这个低性价比是相对Swift UI而言的 Swift UI是一个跨平台的UI框架 理想情况下我只需要写一次代码 我的应用就可以在iOS iPadOS MacOS TVOS WatchOS 以及最新的VisionOS中运行 这意味着两件事情 一 以我自己为例 作为Apple生态的开发者之一 我自己开发的6D是一个iPad和Mac上的App 而它在此时就已经也是一个VisionOSApp了 如果我想 我可以针对VisionOS加入更多设计3D的体验 但即使我什么都不做 无论我的App使用Swift UI还是UIKit 我的应用都可以在VisionOS中直接运行 我可以手握我熟悉的编程语言 迈入XR开发的大门 二 如果我原来没有设计过XR开发 想要从现在开始尝试的话 我们来分别看看以下两种选择 选择一 给Quest开发一个App 由于Unity是个游戏引擎 如果我的App不是游戏 我是不太可能用Unity来开发它的iPad版本 或者任何适用于其他2D计算平台的版本的 而选择二 就是给VisionOS开发一个App 得益于Swift UI的跨平台属性 它可以在XR市场相对小众的时期 先被iPhone和iPad用户体验到 这样一个不仅学习成本低 学习性价比还高的平台 让我有什么理由不选择它呢 稍等 我好像还真想到一个理由 如果我本身就是属于Unity的游戏开发者呢 也许对于App开发者 上述的确实很有吸引力 但如果我本身就已经会了Unity 本身想要开发的就是XR游戏 那Vision Pro面对Quest或者Pico这些设备 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呢 其实不然 Apple和Unity做了深度合作 现有的Unity游戏 有许多同样可以在VisionOS中运行 不仅如此 Unity在VisionOS上的许多可能性 反而是其他平台中尚不能实现的 比如 一个Unity场景不仅可以作为沉津式体验运行 也可以作为Shared Space这个系统多任务环境中的一个Volume来运行 类似于Mac中的一个窗口 而它还可以与Shared Space中的其他Volume进行交互 结果就是 VisionOS不仅兼容Unity应用 还能把Unity作为像自家的RealityKit那样融入系统的3D框架 除此之外 VisionOS还进入网页端的WebXR 这就意味着不仅Apple生态的iOS应用 VisionOS能运行 XR竞争对手以游戏为主的大部分应用 它同样能运行 而竞争对手想要反过来补齐非游戏App的拼图 则非常困难 举个例子 即使是Meta自家的许多社交App 至今在Quest上也只能通过浏览器访问网页版 自家的App都是如此 第三方的App又从何谈起呢 最后 为VisionOS开发的体验 也是只有Apple这样做到端到端掌控的公司才能实现的 你可以在Xcode中实施预览 使用易用的VisionOS模拟器 而如果你自己拥有VisionPro 你甚至可以在左边放一个来自Mac的Xcode窗口 在右边直接进行3D的实施预览 每写一行代码都能看到反馈 不仅不用频繁摘带VisionPro 有时甚至不用点击运行按钮 人们一直在讨论VisionOS的杀手机应用是什么 在我看来VisionPro是一个通用计算设备 它的杀手机应用应该是因人而异的 而它目前最大的杀手机应用 其实就是一切杀手机应用的前提 就是SwiftUI和它的开发生态本身 为开发者降低门槛 解决痛点 提升体验 让人们开发甚至设计XR应用 像为iOS一样自然 这才是一个有未来的App生态的基石 讲到这里 我想你已经明白了VisionPro和其他设备的第一个最大的差距 而第二件我想聊的事情 仍然不是它的技术规格 而是交互设计 VisionPro的交互设计主要围绕眼农追踪和手势展开 而说到眼农追踪和手势 貌似MetaQuest Pro和HoloLens等设备 在此前已经使用过相关的技术 所以VisionPro在交互上有什么创新吗 我觉得一个相对恰当的类比就是 VisionPro之于这些设备 就像是多点触控的iPhone 之于此前单点触控的PDA 虽然iPhone不是第一个触控设备 但是交互的自然程度 精准程度 交互系统的完成度 是截然不同的 以MetaQuest Pro为例 它虽然拥有眼农追踪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拥有基于眼农追踪和手势的完整交互方案 在和Quest系统应用互动的过程中 你仍然是主要通过手柄 或者是不太精准的把手当作手柄的方式来悬空互动 眼农追踪在更多的时候 只是用于注视点渲染和虚拟角色的眼神交流 即使开发者可以调用一些眼农追踪的API 它也没有统一而符合直觉的一组官方交互解决方案 而它对目光的追踪精度 也和VisionPro完全不在同一水准 两个设备表面上都支持眼农追踪 但实际上相差甚远 VisionPro不是第一个拥有眼农追踪技术的XR设备 但它却确实是第一个围绕高精度的对眼守的追踪 设计一组完整交互系统的XR设备 上述的只是说明了为什么VisionPro不同 但VisionPro的交互 具体解决了哪些其他设备的交互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体工学 在半空中把手当作手柄 用射线去交互 纵然已经是一个不糟糕的解决方案 却难免会让手臂疲劳 VisionPro的交互并不需要你长时间抬着手臂 即使是自然的放松手臂 手势同样可以被识别 这就像Apple不会在MX上做一块20多英寸的触控屏幕 而是选择设计一块好用的触控板 让直观的交互从符合人体工学的位置 映射到一个更大的界面上 然而有的时候我们正是需要直接操作的 比如当我们在虚拟世界中使用键盘 如果要一个一个字母的瞄准再确认 岂不是太痛苦了 没错 有些时候牺牲一点人体工学来实现直接操作是更好的选择 但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做出抉择呢 Apple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正是制定设计规范 在VisionOS中 以下三个场景适合直接触摸 分别是拿起来一个物体查看这类检查与操纵 DJ交互这类熟悉机制 以及切水果这类身体活动 此外 Apple也规范应用应在直接触摸时给予充足的反馈 制定设计规范的一个好处就是 不会让交互轻易被滥用 纵然Vision Pro的这组交互令很多体验者惊艳 它却不是经验感或新鲜感优先的一组交互 反而是一组人体工学优先的相对克制的交互 如果要最大化经验程度 滥用直接触摸或许反而能带来更多的经验感 但这种交互就像二三十英寸的触控屏幕 滥用它只会让人体工学成为短时间经验的牺牲品 最好的交互不一定是第一时间最经验的 而是能成为直觉的 Vision Pro的交互的成功之处在于 它在创造了一定的新鲜感的同时 还保证了这是长期使用时的最优解 一个交互并非在新鲜感消退后就失去了它的全部价值 相反 它最终的使命是润无无声的成为你我直觉的一部分 而Apple的这一组交互解决方案与规范 并不只解决了人体工学和防止滥用的问题 还解决了三个统一问题 在其他的XR平台中 不同App的界面之间往往没有一致性 空间外观割裂 交互逻辑各自为盈 哪怕是对于缩放这类常规操作 很多时候 不同的App都要基于手柄重复发明另一个不一定直观优雅的轮子 而Apple拥有令其他平台羡慕的对开发者的掌控力 凭借堪称交互设计圣经的人际界面指南 和完成度极高的手势系统 VisionOS完成了三个统一 第一个是在XR世界制定标准 日号很可能即使是在其他的XR平台 设计师也会参考VisionOS上的手势 第二个是VisionOS自己的Windows和Volume的统一 只需要学习一次即可使用 第三个 则是很容易被忽略的VisionOS和Apple自己的2D平台的统一 VisionOS上的很多手势都可以与iPadOS手势一一对应 而如果iPadOS开发者在SwiftUI中设计了一个自定义手势 它在VisionOS中也可以直接使用 这三层统一减少了开发者重复发明轮子的不便 同时极大地降低了用户的学习成本 VisionOS在交互上所做的 不仅是提供解决方案 而且是制定游戏规则 纵人开发者有完成度极高的默认手势和设计规范供参考 VisionOS在手势方面同样给予了开发者非常大的自定义空间 得益于精确到关节的手部追踪 许多此前需要手柄的交互 只要不是需要获取连续摇杆数据的这类特殊情况 都可以拥有裸手的解决方案可能性 这对于XR的创意应用和游戏尤其有帮助 讲到这里 显然VisionOS的交互解决方案不仅是符合直觉那么简单 而是在人体工学 标准制定 学习成本 和由精度带来的设计可能性等方面 都为XR设计世界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于我而言 讲完最重要的开发生态和交互设计 接下来才轮到技术规格和价格等 先说技术规格 由于Vision Pro的规格相比竞争对手过于超前 所以这又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有些Quest等设备尝试定义 并且设计方案并没有问题的场景 由于技术规格突破了一个预值 Vision Pro在这些场景中 就直接实现了从亮面到质变 比如观影 上网 以及用作Mac显示器 在Quest Pro上 单纯因为屏幕的分辨率不足 这三个应用就完全没有吸引力 因为我不需要一个虽然巨大 但是文字阅读困难 满眼像素颗粒的虚拟屏幕 而在Vision Pro上 单眼4K的分辨率 加上对杜比世界HDR的支持 直接让它成为了 优于我任何一块已有屏幕的显示器 虽然技术规格不像开发生态 和交互标准那些软实力 是数年内难以弥补的鸿沟 但Vision Pro也确实凭借着硬实力 直接合理化了以前缺缺吸引力的使用场景 而这样看来 3499美金的Vision Pro虽然一定不是一个便宜的设备 但是对于有需求的人来说 它的性价比或许还真的不低 对于我来说 仅凭借它能作为Mac显示器这一点 我就有购买的理由 一个有HDR需求的影片创作者 光是想要拥有一块超过16英寸的高品质HDR屏幕 就要花费超过3499美金的价格了 更不要提那些显示器 不可能拥有Vision Pro的便携性 而除了Pro Display XDR 其他显示器还无法拥有Vision Pro的Mac级别的色彩管理 而Vision Pro可以连接我的Mac 作为一个支持度比世界HDR的 具有便携性的 尺寸远照Pro Display XDR的显示器 仅凭这一点 3499美金的价格就已经是高性价比产品了 更何况这只是它的第一方使用场景的不到十分之一 其余的第一方使用场景 诸如3D设项 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购买理由 而听完我讲的开发门槛与体验的部分 你也会理解 作为一个设计师和开发者 使用它进行XR原型设计和开发的体验 几乎是没有其他设备可以很好的满足和替代的 此外 在可预见的第三方生态中 也会有一些能够利用空间交互的3D创作APP 即使有如此多的购买理由 我并不鼓励任何人跟风或者超前消费购买Vision Pro 但至少对我而言 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 设计师 开发者 Vision Pro的性价比或许并不低 因为它没有真正的替代品 然而 这些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对于大部分普通消费者 Vision Pro 或者未来任何搭载Vision OS的设备 在短期内很难制造出扔大众购买的钢需 它其实很像iPad Pro 它能做的所有事都能在其他更廉价的产品上 以更有限的体验去做到 它是一个体验升级设备 但iPad这个不解决任何钢需的产品形态 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又确实是人们会为非钢需的体验升级设备进行消费的证明 这让我更加看好Vision OS设备的未来 两年前 我在一部关于iPad Pro的作品里说到 iPad没有背负解决钢需的压力 它背负的是苹果的未来原生桌面软件的生态 它是Apple对于未来的思考 而Vision Pro上那些首次出现于iPad Pro的LiDar等硬件 界面上的Hover效果 以及原生运行的iPadOS App 甚至是基于iPadOS的Vision OS 都是对于这个判断的直接印证 同样 Vision Pro的重心也不会是解决钢需或杀手机应用 它最大的意义是成为Apple的未来App生态和下一代交互的土壤 这也是为什么Vision Pro最具颠覆性的部分 并不是它领先竞争对手数年的技术规格 那些规格也许是它Pro的部分和高价的原因 但它的颠覆性在它的Vision中 那些在未来更加平价的分支迭代中 也不会被遗失的App生态和交互设计 关于Apple如何解决问题和掌控生态 我讲了很多 但Apple在生态掌控上的成功 对我们 对这个世界 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呢 Vision Pro发布之后 互联网上有一个讨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就是Vision Pro这样一个高度依赖手和眼的计算设备 如何解决身心障碍人士的使用问题 不出所料 Apple在第一时间就发布了相关的www讲座 我看到了各种障碍所对应的解决方案 有朗读屏幕的旁白 又不需要手和注视就可以操控Vision Pro的替代交互 而如果你是使用Swift UI开发你的App 很多的辅助功能优化是App会自动拥有的 即使自动的结果偶尔不过完美 也只需要几行代码去改进 而这些 包括Vision Pro上注视层分开以保护目光隐私的设计 都离不开Apple对生态的掌控 这种掌控意味着 Apple允许开发者专注创意本身 在开发者这一边 Apple负责降低门槛 在另一边 Apple又让被开发出来的App可以不用太多额外工作 就能实现优雅的视觉 隐私保护 无障碍等等 包括那些优雅的哑光玻璃 我看到了Apple用这么多年追求的这个生态背后 更重要的潜在价值 说到这里 我想到Steve Jobs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大意是 技术的发展是必然 个人电脑即使没有Apple也会出现 那只是时间问题 Apple做的最大的贡献不是技术发明 而是将人文带到电脑的使用中 即使没有Macintosh 使用图形界面的个人电脑成为主流也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 它也许就不会那么易用 也许就没有那些优雅的图像和字体 类似的 空间计算时代的到来同样是必然 而Apple所做的最大的贡献 是尽力让这个必然的到来 伴随着优雅直观的交互设计 和易用却强大的开发工具 是尽力让这个必然的到来 不会忽视有身心障碍的群体 不会牺牲人们的隐私 是尽力在所有必然到来的技术中 注入不应缺席的人文 OK 这就是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它让你有所收获 请务必通过三连和转发 让它被更多人看到 谢谢你 最后别忘了点一下关注 这样你就能在未来 看到更多的优质创作 我是杨浩伦 我们下期再见